这个男孩每天都要受到打骂 甚至还会遭到女仆士兵的侵犯 被灌毒药,被公主污怒 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这是2021年的神奇动画 恢复术师的冲击人生 这绝对是一部大爽翻 不管是剧情还是福利都是超爽的那种 别的男主重生都是小打小闹 轻轻抱抱就会脸红心跳 本番的男主向来不搞这些虚的 每个后宫的出现都必然是 为爱鼓掌 男主名叫凯亚尔 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农村少年 为了拯救村里的贫困现状 他理智要成为一名勇者 经营女神眷顾 他真的被选中成为勇者 还被第一公主弗里亚邀请带回王渡 因为拥有治愈能力 国王赐予他一只勇者的头衔 从这之后 凯亚尔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每天都有专属女夫四亲 可梅修梅斯奥的生活没过多久 凯亚尔就被愣入了地牢手紧折磨 原因是因为他的治疗术有个致命的缺陷 每次治疗都会让伤者的痛苦进入他的大脑 在第一次治疗的时候 他被突突起来的疼痛直接搞晕 弗雷亚看到这么逊的凯亚尔 于是便让人用药物控制他 让他成为一个被人随意摆布的治疗工具 由于凯亚尔的体验可以让人变强 于是便有了女仆士兵 轮流侵犯他的场面 一只被药物剥夺 凯亚尔就被弗雷亚当成了奴隶使唤 每次冒险都会带上他 不过他们没想到 凯亚尔竟然对药物产生了抗药性 而恢复了神智 但他不说 于是在一次与魔王的对战时 全员都被魔王秒杀 本该出手治疗的凯亚尔却硬直地走向魔王 让伸手去摸魔王 魔王人都傻了 最关键的是魔王技能被他给摸死的 这是凯亚尔的技能烈化 五十防御摸到就死 可以控制程度让人断臂而不死 凯亚尔的回复术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他还能掠夺和模仿别人的技能 在打败魔王后 凯亚尔拿到魔王心脏贤者之时 他决定让一切重新开始 他要治疗这个肮脏的世界 于是利用贤者之时时间倒流 凯亚尔就穿越回到了还没认识弗雷亚之前 他一定要夺走弗雷亚的一切 重生后的凯亚尔既被消除了 但是被侵犯的痛苦已经刻在了灵魂深处 某天凯亚尔听到了呼唤 于是那道森林深处见到的精灵 在这里他找回了前世的记忆 并获得了能看穿仪的翡翠之眼 凯亚终于想起了自己的目标 报复公主 把他变成自己的后宫 为了复仇 他不惜重新经历前世的遭遇 遇到公主弗雷亚 被国王赐予预知勇者头衔 每晚被女仆尸寝 最后被丢入地道 冠影要折磨 只不过这次 他比前世更早地恢复神志 而且在这六个月里 凯亚每次给人治疗 都会复制别人的能力 现在他也是一个强者 在得知强大的国王外出时 凯亚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先是用炼金术破坏了地道 然后打运骑士长跟他互换身份 最后混进了弗雷亚的房间 无内的侍卫马上就被秒杀 弗雷亚健壮理可求劳 凯亚心乱了 决定跟弗雷亚玩个游戏 只要他赢了就放过他 谁跟手指掰弯都不叫的话 就停止复仇 弗雷亚不愧是第一公主 他脸住了巨大的疼痛 可这并不是凯亚想要的结果 于是用治愈术恢复 打算再玩一次 这次弗雷亚是真的怕了 无奈之下 只能满足凯亚的任何要求 棍之勇者的由来 必然是如此 凯亚在之后制造一具假的尸体 当把真的弗雷亚带走 并消除他的记忆 编造一段 狼人特感动的故事 说两人是恩爱的情侣 要不是看到前面的故事 换谁都会差点被男主 这副柔情的嘴脸给骗了 而弗雷亚也很自然地 接受了这个设定 于是他们用第一公主 就成了凯亚的第一个后宫 但凯亚的复仇还没有结束 因为当年欺负自己的人 可不止弗雷亚 这个金发毕业的美女 是肉体比男人 还要结实的简直勇者布雷德 为了说服女性 而总是打扮成男人的样貌 她喜欢第一公主弗雷亚 可却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 在发现男主凯亚 可以进入弗雷亚的房间后 表示嫉妒 爱而不得的愤怒 让她将嫉妒的情绪 发现在了凯亚的身上 如今凯亚穿越回到过去 迟早也会找到布雷德报仇 但现在凯亚却想先买一个努力 没什么要求 只要漂亮就行 于是冰凉族的刹那 就被凯亚给看中 在给她治疗的时候 凯亚还很窥视记忆 于是便了解了刹那 眼神的仇恨由来 她的家族被王国军的人袭击 为了复仇 她想要变强 但正因为种族基因的原因 她的能力已经无法再提升了 可凯亚的体验 是能帮人突破上线的神奇存在 刹那想要拯救族人就得抓住未来 于是在布隆波的画面过去之后 刹那感觉自己变强了 在成功拯救族人之后 刹那才告诉凯亚自己的真名 对于冰狼族来说 只要说出真名 就等于签订主炉契约 从此之后 凯亚的日子变得愈发没羞没燥 但这幸福的日子 却也没持续多久 一个女人竟突然袭击凯亚 原来她们之前帮助冰狼族 抵抗王国军的事 被人给发现了 这个女人是王国最强剑士 她的剑术出神鹿化 可男主凯亚尔却能与她打得有来有回 但这男人怎么会对女人动真歌 所以凯亚尔就朝白猫撒了催情粉 想让她自己放弃战斗 和她低估了白猫的意志 于是不想继续打下去了凯亚尔 就让白猫看到事情的真相 冰狼族被人屠杀的凄惨画面 让白猫不敢相信 这是王国军的所作所为 于是再也撑不住晕倒了 凯亚尔也算是正人君子 在白猫混倒的过程中 没有做任何事 但下一秒 她便和弗雷亚一起撒谎 欺骗白猫 两人先是解除了异龙 变回了越南的样子 所以弗雷亚告诉白猫 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 本来他们想要揭发 却被陷害 有弗雷亚这个第一公主作证 白猫想也没想就直接信了 还决定帮助凯亚尔他们 想到之前凯亚尔帮自己恢复断壁 再加上年纪轻薪 就有炉子实力和魄力 以及药物的催发 所以白猫就这样 沦陷在了温柔箱中 凯亚尔的后宫人数 假一 但幸福美满的日子 没过多久 又麻烦找上本来 现前被她打败的骑士长 为了报复凯亚尔 将凯亚尔以前生活的村子 给捣毁了 还把村民全部抓来 不过这对于凯亚尔来说 想要解决还是相对容易 可当她得知了 自己尊性的大姐姐 竟被那些人渣士兵侵犯后 她再也忍无可认 直接把骑士长变成了女人 她要让骑士长感受一下 大姐姐所受的痛苦和驱怒 在解决完这件事后 凯亚尔马上去寻找大姐姐 而等她找到后 还是晚了一步 大姐姐就这样死在了她的怀里 于是凯亚尔感觉 自己最后的良心都消失了 便每天魂不守舍 将情绪发泄在了几个后宫身上 直到白猫找到凯亚尔 告诉她 王国决定处行她的村民后 凯亚尔才让情绪平静下来 发誓要向王国报仇 她大摇大白地走向处行台 轻而易举的秒杀了几个杂兵 王国军明白了自己实力 还不如凯亚尔 就用村民威胁她 只要她敢走上来就杀人 结果凯亚尔真的往前走了 王国军真的杀人了 这让凯亚尔特别愤怒 威胁士兵 只要敢再杀村民就都得死 可事实上 村民早就被吓了毒药 没有人把她当回事 但这次凯亚尔并没有杀戮 而是当第一公主弗雷尔站出来洗脑 村民听完弗雷尔的演讲后 都乐趣沸腾 凯亚尔都不需要处理 没关的群众就自发反抗 但当镜头扫过那些村民时 却一个个都已经延弃的 与现场激昂的场面 形成了一副鲜明的反差 这次营救 最终是救出了一位少年 凯亚尔早已看到了这个糟糕的事件 之后她得到情报 村民被捕的计划 是王国的第二公主出魔划策的 正好公主准备前往的布城 也是凯亚尔的下一个目的地 因为她要在布城找到前世遇到的魔王 结果在酒馆休息的时候 竟然就直接偶遇到她了 这个黑发娇羞的女人是未来的大魔王 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凯亚一眼就认出来 不管是长相还是气质都极其相似 所以凯亚马上过去搭讪 但夏娃不愧是备选魔王 亚根就不想打理凯亚了 可下一秒酒馆就发生了爆炸 原来现在夏娃准备真正的魔王追杀 凯亚自然是英雄救美 在安全后更实声出手 邀请夏娃把握住未来 她会全力帮助夏娃登上魔王之位 这个诱惑很大 但夏娃还是决定思考意外 可是天亮后 她被一阵起初的呼吸声吵醒 随后被脸红心跳不敢直视 这段画面自然也是不能播的 之后他们四人找了一间旅馆 夏娃表示拒绝同在一个屋檐下 结果凯亚听一本正经的解释 你现在很危险啊 所以不能自己住 加上其他几位后宫也赞同 夏娃只能无奈住下 之后夏娃他们发现第二公主诺伦 来到了布城 同行的还有凯亚的最大仇人 布雷德 这个女人才来布城没多久 就对这里的女人下手了 但凡与他接触过的女人 基本活不到白天 本来凯亚想要安排后宫去吸引布雷德 但一想到那些少女被整得精神崩溃 他最终还是选择自己女装吸引 果然布雷德上钩了 可中途发生一些意外 导致布雷德与凯亚打了起来 但布雷德平时得罪的人太多了 那些被玩坏的少女侠人总会找他麻烦 所以凯亚的身份也没被发现 这次战斗使布雷德赢了 等凯亚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板 到了凯亚身上 他所没有的东西后 竟产生了恶心反应 开始呕吐 他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凯亚也不装了 趁机制服布雷德 让他没有机会拿到自己的神剑 最后的暴富 依旧是让布雷德体验那些少女所承受的痛苦 三名大汉追踪将布雷德吃干磨尽 而布雷德神剑因为祖人的死亡 而变回原来的状态 凯亚利用这个宝珠 光滑出自己的喜欢的武器 而恶公主诺伦 也在广场发表演讲 布城是连魔共存的城市 这次诺伦的到来 表面是提倡人魔和平相处 但其实真正的目的 是想借此消灭魔族 那些与魔族共存的人类 也成了他的目标 用他的话来说 他们是被洗脑的 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引起混乱 这样他就有理由展开杀戮 是魔族和被洗脑的人类先动手的 他只是自危 很快 这个广场就成了修罗场 本来凯亚似乎没有想出手的意思 但在这里 他交到一个绿毛朋友 这个绿毛被士兵杀死 凯亚的治愈术也无力回天 也是这个出场不多 甚至在番剧基本资料介绍 都没出现的绿毛死亡 让凯亚愤怒地对王军出手 最终凯亚一路杀到诺伦基地 直接秒杀了他身边实力强悍的守卫 之后如何惩罚诺伦 就跟之前剧情差不多相同 要么是烧录后宫 要么就是弄死的了 而诺伦的姿色 显当了凯亚心动了 于是 在一个气氛很粉的小物理 诺伦也沦陷在温柔乡 其实主要还是凯亚修改的记忆 这次她家的设定是四散多年的妹妹 还是胸控的哦 所以妹妹变老婆 好像也是可以的 毕竟两人可是仇伦了 之后凯亚收到所有后宫棋具 第一公主弗雷亚 战斗奴隶刹那 白猫剑圣 克雷赫 被全魔王夏娃 以及最后收服的妹妹诺伦 不得不说 这几女头上的毛 真就五颜六色 而之后注定还会有新的成员加入 但很可惜 故事已经结束了 他们将要继续踏上对付 显能魔王的旅途 以及向王国发起复仇 相信很多人知道这部番 都是被她的黄豹 给吸引了眼球 剧情确实很嗨 作为表番 她有肉 作为礼番 她有剧情 之后就到观众那样变道 本身受众用就是成年人 但可能是因为我个人 看过太多黑身残的动画 以至于感觉男主的黑话 其实全都不彻底 她在与第一公主相处后 发现她也不像之前那么病态 于是便引出了一个拷问 一个人的性格到底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环境塑造的 这不是我印象 是原片中男主自己想到的 男主还说过一句话 杨夕 她本来也有 故事展开是极具冲击力 她的前世遭遇 让人觉得她很惨 没有感同身受 任何人都不知道复仇 或选择什么办法 直播该翻表述了 她的办法 整个动漫还有不少洗脑话术 有兴趣的人 真的可以去观看原片看看